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于李嘉航在微博纠结的要求大家记住李嘉航的名字 不要叫他张艺达 网友都会一六水的回复好的 张艺达知道了张艺达 也是十分搞笑了后续李嘉航也揭拍了多部作品 看得出来是想和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切割想挑战不同的角色类型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他的妻子截然的戏剧 新环珠格格中尔康的角色 说句实话 如果是放在再早一点出演 可能不会是现在的舆论环境 说不定转型就成功了 可是因为这波网九实在是太有才华了 对于他的转型实在是一种挑战 这话要怎么说呢 首先因为环珠格格 是我做著名的神剧 某电视台几乎年年都要播 所以大家对于环珠中经典台词和段子都耳熟能详 再加上日曼搞笑文化的进入 会使得经常接触这种文化的王九 具备有二次创作的搞笑幽默制作能力 有一次巧合地将环珠中的尔康一角 进行恶搞创作之后 网友们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这种氛围下 原本穷流式的爱情偶像者 再一次焕发了新生在家上 黑家行本身的张艺达形象的加成作用 而且新版环珠的主要人物 选角在当时有很大的争计 观众基本是持小卡的态度 来面对这部电视剧 所以即使在面对比较不合原著形象的李家行 也经常会观众表示 每次看到李家行的尔康 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尔康的疲孔和张艺达分分钟出息 也是十分无奈 幽默诽谐的荧幕形象下 其实李家行本人 是个很内向几乎不怎么说话的人 甚至还可以称得上是低调木论 可是就是这样的性格 出演的喜剧角色却十分成功 不得不说是演技俩得了笔者认为 其实转型也不一定非要饰演一本正经的角色 如果李家行能够严重喜剧形象 在另外操作出带有深度的角色 其实也是另外意义上的一种转型 哪怕反串也出经典呢 像著名的小雀斑 当艾迪雷德梅迷是演丹麦女孩时候 连平凡的五官都变得动人起来 而说到反串相信李家行 也是驾轻救赎 毕竟他之前就在为某饮料拍摄的广告短片中 反串过白素贞的角色 深受大众好评 甚至有网友说到 居然在他身上看到了千娇百妹的济世感 完全没有乔容造作的感觉 对于李家行来说相信 也是一种极高的评价 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 李家行再次演绎出第二个战位这样的经典角色吧